《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的尖前故後 今天只有我Leslie在這裡嗎 暫時 旁邊有一張空椅 為甚麼呢 因為我另外一位主持朋友 今天稍後才來到 不過今天如果上個星期大家看到 即是看到我們尖前故後都知道 我們其實還未講完很多東西 因為時間緊迫 上個星期六四 大家有很多節目要跟著做 好 所以說天星小輪的擴建計劃 我想大家可能都未必可以很透徹地說 晚一點我們會轉頭 等我拍拿來就會再說 好了 但是呢 今天又發生了甚麼事呢 我抬頭前面有一部巴士模型在這裡 到底這部巴士模型有甚麼特別呢 不如我們先去第一張照片 其實這部巴士模型到底有甚麼特別呢 是今天才出的就是原來 這部巴士模型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大家可以看看 這部車其實就是一部 九巴最後這款的尼拉奧蘭帕克 最後一部 其實就是今天才出的這部模型 限量一千八百部而已 每部298元 好了 不如去一張照片 close up一點給大家看看 這部模型 大家看到頭牌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寫著5號尖沙咀碼頭 這部巴士模型顯示著這條線 這個車牌GB2444 其實就是這款車 尼拉奧林比安最後一部 這部車主要是走5號線 將會在6月21號 應該就是最後一日行車證到期了 所以這部車九巴就出了一個模型 如果大家還想說坐這部車 真車來說 最後的時光只剩下十多天 不夠而已 有時間想坐的 上星期也說過了 就去5號線的總站 即是哪裏呢 尖沙咀碼頭 這部車有機會 除了走5號之外 還會走1號A 我拍檔就到了 那我現在就會停一停 等他進來 稍後再跟大家繼續聊 稍後見 好 回來尖沙咀碼頭 我終於隔壁的位置 張凶達又分人座了 Edmond上來 是的 大家好 剛才本來都是一路說完 這輛巴士模型的路由 跟著還有就是 會說一說天星那個方案 說去復修碼頭 但是因為其實上一集 我們都說了一段 但是呢 好了 如果純粹從一個建築物的改建 理論上 它現在都已經有圖 大家上個禮拜都看了 或者可能上了去 可販事務委員會的網頁 有份資料去看 但是好了 從一個文物保育的角度 到底如果天星那個外殼要改的時候 到底保育那方面 應該要注意些甚麼呢 Edmond 那呢 就有一些原則 其實是一路以來都 關於保育或者復修 或者是這個活化 那是有些準則的 那一路以來用著 譬如教一套準則 就1964年那套的威尼斯憲章 那他們因為是根據歐洲那些建築物 那他們用磚石的結構多 那他就主張所有東西不動的 那如果你有東西要 最好就不要加建 那 即是潛建 那你看那些 那後來又出了一套叫做內良宣言 那這些就是關於保育那方面 如果你有東西要加建 那其實就還有一些不同的樓派 就大家互相之間有些爭拗的 那譬如有些就說 我加建的東西跟原生的那些 要差不多樣 那另外一派就說 我加建的東西就要跟原生 即是那些舊建築要有不同的 要辨認得出的 那似乎就以後一派 即是說加建的東西跟舊的東西 要有不同的樣子 辨認得出 就現在就是聯合國會承認 這一樣這樣的加建 那我們看一下一個例子 就是本港的例子 就 他要一張照片先是嗎 是的 就是我們的文物探知館 香港文物探知館是否應該在九龍公園那一個 是的 九龍公園那個文物探知館 本身以前是威菲露軍營 那它以前的那個 本身的形狀就是兩個建築物來的 分開的建築物 那它這個文物探知館加建的東西 就是把兩個建築物合成了一個 即是下一張照片 是下一張照片 其實它中間是加建了一棟的 一些展館 以及一些展覽廳 以及一些演講室 那它中間就用一些玻璃的建築物去 即是形成了一個室內的空間 哦 這樣 令到它室內空間多了 可以做展覽就容易做很多 多了很多展覽空間 我們再看看下一張 這個就是 剛才那個就是其中一個走廊 用玻璃做頂的 很光猛 這一個就是它那兩個建築物中間 夾著 有兩棵樹 很古老 很大棵的樹 那它後面就是一個玻璃的建築物 就是後面那個展覽館是新起的 嗯 那麼整個 我們看完下一張 那麼整個那個 那個加建的計畫 其實加建的東西是 即是面積比原生的 的舊建築物 那麽齊的 但是我們外觀看上去 即是剛才看回我們最第一幅照 那個外觀看上去 不是很角加了東西的 那麼它這個處理手法是幾好 因為在一般人走過去 好像不覺得它做了這個加建 但是裏邊就用了一些方法 隱藏了它那個新家的建築物 那麼這一個做法 就聯合國07年都頒了一個獎給它的 那麼就是一個叫特別創意獎 就即是一方面表揚它這個 即是復收和加建就做得好 那麼另外建築師學會 05年都給了一個獎它的 那就是民物修復獎 那就是本地的例子都見得到 就其實我們都有一些東西都做得OK 那麼這個例子就是 新建的東西和舊的東西 那個樣子是完全不同的 便認得出 但是它就是收藏在一些暗角的地方 加建 加建了之後都不是很角 它加了的 那麼我們看看新加坡的例子 這個就是下一張照片 這一個就是新加坡的國家博物館 那麼外觀看就好像沒有加過東西 但是裏邊在後邊 它是做了好多的加建 哇 再下一張去看 哇 是 這個都是用玻璃鋼的結構 那麼在乳屋之間 它原本的古舊建築物的中間 就加了一些玻璃的屋 那就是都有點像的潛建 應該做了一定的測試 認可了的圖測 這樣就不算潛建的 不過就建了一些新的東西 在原本的建築物上面 我們再看下一張 我們再看下一張 再看下一張 它那個做法都是圍繞這種 用玻璃的結構去 加一些館床的空間 那個做法都幾成功的 是的 它本身的歷史建築 可以很大程度是保留 改建亦都很少 但是它那個實用的地方 就會多很多 我們可以看另外的圖 這個就是它裡面 即是原本用建築物的後面 是的 沒錯 其實這一種做法 歐洲國家現在越來越多用 它就變成不動 裡面的 即是那些舊建築物裡面的結構 外面亦都不是大改的 而是以一種玻璃加建 以及以一種可以分辨的另外一種結構 去增加一些實用的空間 那這種活化的手法 近年就變了主流 但是它這個是一個博物館 是 這是博物館 它前身是什麼 前身就好像是一些 例如另外一間館 它是一個新加坡美術館 它以前是一個學校 哦 學校 是一些很英式的 一些愛德華式那些舊的建築物 嗯 那麼 這一個館之前都好像是一些政府建築物 那些 即是一些政府機構 即是類似可能好像我們現在說 荷里活道警察宿舍那類的東西 是的 沒錯 即是 還有好像我們舊的中區警署 那些都是一些 即是 那個感覺很古雅的建築物 那在他們之後再加建的東西 可能都是用這種類似的方法 就是 可以辨認的一些新的建築 那麼跟舊的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 那麼可以辨認得到的 那麼其實政府那方面都有相關的指引 關於一些活化 那麼它新加建的東西 最好是用一些物料跟以前是不同的 即是加建的東西 而不是復修的東西 復修的東西 即是譬如它爛了那些角 你要補回的 就是盡量用回它的那種顏色 或者用回它的那種物料 但是如果你新加建的東西 為了實用或者安全 或者是各樣其他現代的需要 而新加建的東西 最好就是用不同的物料 如果這樣算的話 其實不如我們再看天星的方案那些圖 不如大家看看 因為其實如果去看天星的方案 它現在暫時都 我只是這樣看那些 即是這麼說的那些職 就好像不太理解到 即是它裡面會保留到多少現有的牆 但是如果我們是說 看看外邊那個空間到底會怎樣 不如我們去看一看一些圖 麻煩Apple 現在它的外場 它就會仿照現時的外場 但是它會加建一層的 Edmond 你覺得有什麼意見 如果在你個人的看法就 如果看回國際現在做 即是這些活化的主流來講 即是好像剛才的例子 似乎它扮回以前的樣子去加建 就不是那麽 那麽設合現在的那個潮流 那你說是否對還是錯呢 那這些是很難有一個很絕對的標準的 但是有些東西 即是你加建的東西 可以加一些新的特色 可以辨認到以前的建築物 和現在新家的建築物 那麽好像是有它的道理 因為作為一個古 即是 都幾舊的建築 它已經超過五十年 已經這個碼頭 是是是 那麽 譬如你研究它的歷史的時候 可能看回當年的建築物的風格 你進入去都還可以看得到當年的結構 那麽應該都是一個好一點的處理方法 那麽如果你用一些全新的東西 但是又扮回當年的風格去掩蓋它 那麽就有些像做一個假古董 不如再去多一張照片 就是真是說如果做了三層的情況會怎樣 因為剛才那張就是現時的情況 這一張如果是根據它的方案 就說是多起一層 即是跟原本的建築風格去起 但是都看到其實它都用了很多玻璃 那麽的物料在上面來說 但是它就只不過它外面蒙祥 到底現在會用些什麽的物料去做呢 這一點都沒有交代到的暫時 那其實是否說要跟回原本的 用回那些碩士 還是可能做得一個Cyber的現代版呢 去分隔兩樣東西 但是又不失原本那種風格呢 這一個可能就是真的 大家要去再看看 其實沒有說絕對對還是錯是嗎 你都覺得 這個天星碼頭的例子尤其是有些特殊 因為它本身已經是現代主義風格的建築物 它本身已經是一些簡約式的建築 實用的建築 跟現在我們 即是 即是叫做現代的 前小小 即是前現代的一些風格 那現在 再有一些活化在上面再加東西呢 那 你說起花一些 跟它飾養差不多的 那 其實 即是現在的技術 跟50年前的技術可能 那個 新舊的差距不是太遠 但是 如果它有一個意圖 就是將它新家的東西 扮演到好像50年前 一模一樣的款 那 那 似乎有些不太 即是切合現在的 那些 準則 那 那個難處 有一個實際的考慮 就是 它本身那個碼頭 四面 都是向街的 都是看到的 三面 有三面 有一面向海 向海 你搭船 你都能看到的 那變了 那加建的難度 就是 你加哪一面 都是看到的 即不是說 好像剛才說的那些建築物 它起碼留下兩三面 是沒有改動的 那 這個碼頭 如果你要加建 其實它那個做法 就是海那一邊 還有左右兩邊 都不見得到 有很大的改動 即是再去多 後一張照 後一張照 就是看看現時的碼頭 現時就是這樣 那再過多一張 它加建之後 就變了左右兩邊 還有在海那邊 看過去 都不覺得它有什麼改動 是在陸地那邊 才會見得到那種改變 比較明顯一點 是的 如果用這個角度看 那是尚算可取的 所以 剛剛這張照片 就是現時在中樓那邊看過去 再下一張 看完那個碼頭 是 加高了一層 是 好像不太過 是 看上去那個風格 就跟它 就是叫做 這種做法 跟以前的家建方法 就是叫做和諧式 新家的東西 跟舊的風格 看起來一樣 就是 這個碼頭的 即是你不可以再在附近 建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即是譬如好像剛才 新加坡那個博物館那樣 你很難找一些地方 建一些加建的玻璃建築物 或者因為它是在頂上加 那如果你用玻璃建的 安全或者城寵 各樣東西都未必可以 符合那個要求 其實呢 不如先回來 暫時把照片看完 因為其實我就會有個問題 因為剛才我們看新加坡 或者香港那個文物探知館 它的空間附近是比較寬闊 它可以怎樣加都可以 但是接著碼頭 它現在要去擴建這個碼頭 這樣就比較難些 因為它的難度就是說 它現在都是伸出去 向外街伸出去 那向外街伸出去 所以它都只是去到那個 現在的閃峰頂上面 其實它的位置 未必可以完全容許它 好像說要將兩塊東西拆開一開 因為它主要就是想令到 碼頭可以 叫做多了一層的時候 它唯一只可以是向上 或者向前一點的發展 這一個我想可能的困難 就是令到它不可以用到 剛才好像文物探紙管 那類的做法 而相對來說 會不會覺得香港人 是比較難接受一個 新外觀的碼頭 你會不會覺得 在那個位置 新外觀 其實它所謂新舊 現在流行的那種方法 為什麼要用一些 不同的物料加建 或者用玻璃那種加建 就是新和舊可以並置 不會因為你新加的東西 蓋了舊的那種 即是舊的建築物 或者是那個結構 尤其是玻璃和鋼的結構 即是萬一它需要復原 是可以拆走玻璃和鋼之後 就令到它復原 但是現在這個計劃 就好像未看得到 這一種的靈活性 即是那個應該這樣說 它現在給到出來的資料 未給到我們很清晰 到底它現在會不會 將原本現在前面的那一部分 拆掉還是怎樣 還是可能打通了現時的牆 在外面再加建一塊東西 連起來還是怎樣 即這些我想 可能我們現在都是很希望 稍後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請到有關的 例如青星小林 他們可以上來再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都有一定的疑慮 到今時今日 因為都怕如果你是拆掉 原本那一塊東西的 或者將它改到軌的馬路 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但你說如果要根據一些條例 例如消防條例那些 真的改建 某程度上要有一些東西 即是原本的東西要去改裝 那一類就屬於叫做無可口非 是的沒錯 即是有一些現代化的 譬如它需要加一些給雙柴人士使用的 升降機 是的 升降機 好像這個計劃裡面 它裡面都加了兩部升降機 是的 見到其實它都有落到心思 因為這些新家的建築物 很多時候如果黏在外面 如果你要找一些方法去隱藏它 那麼這個地方 你未必可能找到一個地方 可能你貼一個升降機在外面 那麼它這個升降機 就加了在裡面之後 你是不覺得它裡面加了升降機 然後它這個升降機 還有它那個風格上 那麼我覺得應該都是細節上的改變而已 大體來說我覺得這個 即是活化的方案都可以接受 因為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現在天星小輪去提出一個 這樣的計劃出來的時候 它是為了什麼呢 它是為了 去令到它有一個租金收入去補貼 它現在的盜輪的規限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當它 在建築完這件事之後 它繼續都是一個碼頭 跟剛才那些 好像文物探資館 或者好像新加坡那個 博物館的例子有不同 即是它們原本的用途 一個是軍營 一個就是一個學校之類的 或者政府機關 但是到它變成 因為它不再需要這件事 然後它才轉了那個用途 變了後來的什麼博物館 或者什麼文物探資館 這一類的東西 那因為整個用途改變 它就變成不再是原本那些活動 在裡面發生 但是天星碼頭這個改建 它是會令到現時的活動 可以繼續在這裡發生 是的 沒錯 其實就是保育呢 有很多的方法 有以前教一套的說法就是 你連樣子都不准變 後來有一些新的說法 提出就是說 譬如另一個古建築物 它可以有一些新的用途 而這個新的用途 跟它本身的文化上的原真性 是有銜接的話 那一些加建呢 亦都是可以接受的 即這個碼頭它的加建 就是令了這個天星小林的運作 更加是健康的話 那我也都覺得 即是可以的 因為其實就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經常說保育保育 其實是一件事 我們記不記得在越南 回來的一句 保育是每天的生命 是的 沒錯 其實保育到那些人 在那裡原本的活動 其實才是最重要 因為你一個地方 如果沒有人的 沒有人這個元素 那塊地 其實是一塊爛地 沒有意思的 因為最重要現在我們 天星小林的這個計劃 它是保育到那些人的活動 即是繼續可以在那裡搭船 一個享用一個 可以叫做相對合理 公眾可以承受到的一個價錢 可以享用這個盜輪套路 但是如果拆了 而跟著建一塊東西 不是做回碼頭的 那就大件事了 那時候那些 如果它是這樣 我們就一定不可以讓它接受 但是它現在是因為 它做這件事 是令到那個盜輪 維多利亞港上面的盜輪 可以繼續出現 其實它保育的 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畫面 不要大家只是 單單看著 那個碼頭的那個位置 而是它保護著 維港上面的一個風景 是可以繼續是 很正常的有效運作 不會變成一個遊覽船 如果不是到時候它做不行 它就剩下天星維港油 那有什麼意思呢 沒有意思 很同意 變成了就是說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好像政府 為什麼我們就說 它這個方向相對 政府去拆巴士總站的方向是好呢 政府拆巴士總站 是影響到那些人去搭船 搭巴士 影響到原本的人的生活 影響到整個地的用途 但是現在天星小林 這個它本身不是 去影響那個地的用途去先走 它是保留著原本那個人的生活 人的方案 就是人每一天在這裏出行的方案 它是保留著這件事的 但是政府拆巴士總站 為什麼我們這麼反對呢 就是因為它是會破壞那些人 去用那個地方那一件事 所以我們其實早前 折馬之星出了一個聲明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方案 天星的方案 是比政府的國更加可取的 因為還有它 接下來它最重要就是 會做一個公共空間 在一個天台上面 我們可以去張圖看看 Edmond你看看 它現在這個開放這個空間 它就說是 就是大家看到呢 看到這張圖裡面 前面有一個好像 一個機樓的東西 這個位置 應該是叫做直 在我們的左前方 它現在現時是一個碩士的建築 但是現在天星要考慮說 希望如果可以開放 就是說呢 如果開放到這個天台的時候 它這個古老的機械樓 它就是做了一個玻璃的結構 那些人就可以看到裡面的古舊的玻璃 就是那些機械的形式 但是最重要其實要留意 大家站了上這個位置的時候 可以看到整個圍多利亞港 是 最重要的是 它這個活化 真的可以讓市民上去 更加近去看到圍港 政府的方案 說插了巴士總站 讓市民去欣賞圍港 其實是假的 因為你站在那個廣場那裡 整個天星碼頭 就擋住你的視線 所以這一種活化 有意義的地方 是它真的 真的說話 就是可以看到圍港 所以我覺得這一種活化 應該對於市民 是有好處過政府的方案 正正就是說 開放公共空間 其實如果天星小輪 它這個碼頭的頂 開了的時候 其實那個空間也不小 而且真正正叫做 市民好遊客好 來到可以享用那個海景 其實都是 比原本更加多了位置 就不用逼殺到文革中心那邊 那個廣場 不是說它規管 不規管的問題先 只是說 你逼去看幻彩圍香港 每晚那裡 自由行就站著爆了 其實已經不夠地方 去站那邊 但是如果就算拆了巴士總站 它也是看不到 幻彩圍香港的海 那個情況 但是如果碼頭開了頂 大家可以上去看 變成容易了去看 享用到這個圍港 不過最重要 其中一件事我們都很擔心 就是說到底可不可以 可達性這個公共空間 就是天星碼頭那裡 是不是一定要經過它到時 提出的一些飲食 餐飲的地方 才可以上去 這件事我們有少許可不相 是的 即它應該給多些細節 包括那個公共空間使用的時間 或者條款 會不會說一定要吃完東西 才可以去那個地方 不是吃完東西 而是說一定要經過餐廳 因為其實現在中環碼頭也有這樣的問題 是的 沒錯 其實它的公共空間 它都可以讓你進去 就算要走進去 經過餐廳 餐廳不會讓你進去 你不幫助餐廳 但是很奇怪 那種感覺好像 我要走進去那裡 都不知道是不是公共空間 是的很疑惑 就算你整個指示牌 也沒有用我走到餐廳門口 結果他都問先生幾位 那一下就會很突然 好像我不幫助 吳英國走進去 阻礙人做生意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是的 所以它的安排 或者細節 應該可以披露多些 或者它那個詳細的設計 可以參考多些大家市民的意見 給大家一些多些諮詢 是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說 很希望很希望 這個天星小輪這次的計劃 希望它可以透露多些資料 因為其實如果它有多些資料的時候 我相信公眾就會去想 去多些一個選擇 做到一個真真正正的公民社會 大家去參與 去做一件事出來 是可以大部分市民 都會比較可以接受到的 或者怎樣去將到尖沙咀 做得真的更加漂亮的 而不是政府這樣突然之間 無緣無故說要去拆了一把尖沙咀 然後 東西都未被人看到 就是去影響一些民生 為什麼其實會這麼大的反彈 而為什麼甚至到天星小輪 上去 就是好像前幾天 說應該是星期四那天 那是免費乘搭的 那天剛剛總商會賺 中環線 中環線 然後那天那些記者 抓住梁山 天星小輪的主席 在那裡問他會不會加價 他都說有加價的壓力 因為油價什麼都升 然後之前搬碼頭 那些什麼 其實接下來 灣仔的碼頭都會搬 那些位置 對他的生意一定很大影響 是啊 所以其實為什麼 如果說去做一件事 可以令到小輪可以繼續 可持續繼續在維多利亞港上面 其實不單是對於旅遊業有用的 是連基層的市民 或者基本上灣仔 中環上班的市民 中環上班的市民 是很有一個公民 連廣州其實在07-08年左右 都因為那個塞車問題 要去扮盜輪在珠光上面 是重新去發展這件事 不要說遠了 近的都已經有這樣的個案 英國 Jackie已經說過N次了 我也不再說了 今天時間我們就差不多了 看看可不可以 接下來的時候 我們會再討論一下 天星這個計劃 看看可不可以邀請到有關的 天星小輪或者政府的朋友 可不可以再上來聊聊 好了 今天的節目時間暫時到這裡 大家就這樣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iRead是什麼你? iRead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你告訴我 iRead iRead 感谢观看